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读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詹姆斯 鲍德温在1965年剑桥联合会辩论中的精彩表现 他在这场辩论中揭示了美国梦的真实代价 鲍德温与保守派知识分子威廉F.巴克利 就美国梦是否是以美国黑人为代价实现的展开激烈辩论 鲍德温用他个人经历和道德热情 对抗巴克利所代表的保守观点 赢得了辩论的胜利 尽管鲍德温批判美国 但他依然对这个国家抱有深情 他的爱国情怀和对种族不平等的深刻见解 至今仍具启发性 各位观众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深入探讨詹姆斯 鲍德温的作品及其对当代美国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詹姆斯 鲍德温揭示了美国梦的代价 任何有意竞选总统的人都应该读读他的作品 1965年2月18日 剑桥联合会辩论赛迎来了一场 注定载入史册的对决 小说家和散文家詹姆斯 鲍德温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知识分子 威廉F.巴克利在此交锋 讨论的一题是 美国梦是否是以美国黑人为代价实现的 这场辩论的核心 是两位截然不同的美国梦 一个是鲍德温的包容与平等 另一个是巴克利的保守与自由 鲍德温的论点并非反美 而是呼吁一个更真实 更具包容性的美国 他强调 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个人的现实系统 詹姆斯 鲍德温出生于纽约的贫困家庭 从未现过生父 继父是一位严厉的尽信会牧师 这样的背景 使他对美国梦有着独特的见解 他年轻时逃离家乡的种族主义 前往法国 并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余生 鲍德温支持1964年的民权法案 该法案禁止公共机构的种族隔离 而巴克利则来自富裕家庭 童年时光 在欧洲和康涅狄格州的 一座田园豪宅中度过 就读于耶鲁大学 每个冬天都会在瑞士的滑雪场度过 他于1955年 创办了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杂志 《国家评论》 在辩论中 詹姆斯 鲍德温以一位耶利米的姿态 谴责美国未能实现 其自由与平等的原则 他基于自身经验 揭示出美国黑人所面临的现实 对于一个在那个光辉的共和国 出生的美国黑人来说 他说 在五、六或七岁时 发现你所宣誓效忠的 国旗并未对你宣誓效忠 这是一个巨大的震惊 他形象地描绘出 荡家里 酷珀在西部片中杀死印第安人时 黑人观众感同身受的痛苦 印第安人就是你 尽管对美国梦感到失望 鲍德温仍然对美国抱有深厚的感情 他不是碰巧式美国的黑人作家 而是一个碰巧式黑人的美国作家 鲍德温认为 黑人并不是美国的局外人 而是这个国家的建设者之一 我们为这个国家付出了代价 他在1975年 与朋友诗人玛雅 安吉洛的电视对话中说 你不能离开家 你带着他 他认为 有必要接受自己的祖先 既是白人也是黑人 并且我们正在努力打造一个新的身份 为此我们需要彼此 詹姆斯 鲍德温的演讲赢得了当天的辩论 以544票对164票的压倒性优势 击败了巴克利 然而 两人都没有详细定义 他们所说的美国梦 对于巴克利来说 自由意味着 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 需要黑人自己证明 他们值得拥有美国梦 对于鲍德温来说 只要黑人被剥夺平等 自由的原则就毫无异议 鲍德温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声誉 主要基于他的种族身份 而非国家身份 他是1960年代 最著名的民权活动家之一 今天 他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四年前 乔治 弗洛伊德被谋杀后的抗议活动 让人想起了1960年代的城市骚乱 2020年夏天 美国被描绘成一个种族反乌托邦 谁能比一个在动荡的1960年代 作为深刻批评者的人 更适合作为那个时期的指导者呢 许多人将鲍德温描绘成黑人愤怒的先知 但过分强调鲍德温的种族身份会 错失他最深刻的见解 鲍德温是一个爱国者 1955年经典散文集 本土之子的笔记的序言中 他写道 我爱美国 胜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正因为如此 我坚持不断批评他的权利 他爱美国 因为他无法做其他选择 我们为这个国家付出了代价 他在1975年与朋友诗人玛雅 安吉洛的电视对话中说 你不能离开家 你带着他 对于鲍德温来说 美国种族主义的问题 在于他拒绝承认 其黑人群体的美国身份 黑人有时被美国流行文化 描绘成社会的威胁 作为不完全是人的人 其他时候 他们被视为需要指导的孩子 在国外 鲍德温才认识到 自己与其他美国人的亲密关系 无论他们属于哪种种族身份 正如他在1959年提位 发现成为美国人的意义的散文中写道 在我需要找到我的经历 与他人经历相关的条件下 黑人和白人 作家和非作家 我惊讶地发现 自己和任何德州士兵一样 是美国人 法国让鲍德温成为美国人 这也意味着 他从未必然感到 与世界各地的黑人有联系 这种联系 如果种族比国家起源 更本质地构成他的身份 才会有意义 今天 关于种族的讨论中 黑人身份 被视为一种 超越国家和文化的身份 以南非流行歌手 泰勒·卫利 在美国 他会被认为 是浅肤色的黑人女性 但他经常自称为 有色人种 在南非 有色人种是一个无害的术语 用来描述 混合种族血统的人 但在美国 有色人种是一个 种族歧视的侮辱性词语 许多美国黑人 对他会这样称呼 自己感到困惑 这只是为时膜 我们需要在上下文中 理解事物的一个例子 鲍德温也需要在上下文中理解 他并不是世界各地黑人的代言人 而是作为一个 由20世纪美国经历塑造的人 正如他曾对一位记者说的 每当我和一个非洲人在一起时 我们都会感到不安 鲍德温补充说 我们生活的条件如此不同 我们几乎需要一本词典来交流 至于美国梦 它究竟是什么 今天 各种观点的人都分享鲍德温的悲观主义 关于美国社会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的书籍 成为畅销书 尤其是伊布拉姆 X肯迪和罗宾 迪安捷洛等作者的作品 但持有非常不同政治承诺的美国人 也对国家的状况表达了悲观的看法 唐纳德 特朗普这位重塑美国保守主义的人 喜欢在集会演讲中宣称美国梦已死 尽管他补充说 如果我当选总统 我会让他回来 更大更好 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 摧毁美国梦的 是那些对大规模移民感到满意的沿海精英 他们更关心自由贸易 而不是帮助铁锈地带 更关心保护遥远的乌克兰 对于左派来说 美国梦失败是因为种族主义的持续影响 以及气候变化 经济不平等 枪支暴力和最高法院推翻罗素维德案的影响 美国是否曾经真正实现过美国梦 今天阅读鲍德温的作品 揭示了美国声称 自己是或想成为的国家 与实际上一直以来的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然 许多人实现了社会流动性 例如 GD万斯 甚至鲍德温本人 但更多的人没有 文化上和技术上 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 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但它也极度分裂 与西欧相比 极其暴力 从来没有一个时期 它是地球上的伊甸元 但也许 美国应该不再梦想完美 而是简单的目标比现在更好 詹姆斯 鲍德温的《街头无名》将于周四 由企鹅现代经典出版社出版 9.99英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1965年2月18日 小说家和散文家詹姆斯 鲍德温 在剑桥联合会辩论中 面对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知识分子 威廉F.巴克利 辩论的一提是 美国梦是否以美国黑人为代价实现的 鲍德温的论点并不是反美 而是为一个不同于巴克利 所代表的美国辩护 他表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取决于个人的现实系统 鲍德温来自纽约的一个贫困家庭 从未献过生父 继父是一位严厉的尽信会牧师 鲍德温后来失去了宗教信仰 但保留了道德热情 他从未上过大学 年轻时为了逃避家乡的种族主义 逃亡法国 并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余生 巴克利则来自富裕家庭 同年时在欧洲和康涅迪格州的 一座田园豪宅中度过 并就读于耶鲁大学 1955年 他创办了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杂志 《国家评论》 鲍德温支持1964年的民权法案 该法案禁止公共机构的种族隔离 而巴克利则反对民权运动 他捍卫的是一种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 对鲍德温来说 这样的论点是行不通的 他将自己呈现为一个耶利米 谴责美国未能实现其原则 鲍德温指出 对于一个在美国出生的黑人来说 发现所宣誓效忠的国旗 并未对自己宣誓效忠 是一个巨大的震惊 鲍德温认为 美国声称捍卫自由 却否认其黑人群体的这一权利 美国建立在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信念之上 但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现实 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 然而他的演讲更像是一个在婚姻中受伤的伴侣 而不是一个提出离婚的人 他认为有必要 接受我的祖先既是白人也是黑人 并且我们正在努力打造一个新的身份 为此我们需要彼此 最终他说 我不是美国的受托人 我不是传教士慈善的对象 我是建设这个国家的人之一 他以544票对164票赢得了辩论 鲍德温和巴克利都没有详细定义 他们所说的美国梦 他们认为观众会理解 自由 机会 社会流动性 对于巴克利来说 政府的工作不是简单地赋予黑人权利 而是他们需要证明自己值得 对于鲍德温来说 只要黑人被剥夺平等 自由的原则就毫无意义 尽管对美国梦感到失望 鲍德温仍然对美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不是一个碰巧是美国的黑人作家 而是一个碰巧是黑人的美国作家 要完全理解鲍德温 必须将他的美国身份放在首位 鲍德温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声誉 主要基于他的种族身份 而非国家身份 这是有道理的 他是1960年代最著名的民权活动家之一 今天 他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四年前 乔治 弗洛伊德被谋杀后的抗议活动 让人想起了1960年代的城市骚乱 鲍德温是一个爱国者 他在1955年经典散文集 《本土之子的笔记》的序言中写道 我爱美国 胜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正因为如此 我坚持不断批评他的权利 他爱美国 因为他无法做其他选择 我们为这个国家付出了代价 他在1975年 与朋友 诗人玛雅 安吉洛的电视对话中说 你不能离开家 你带着他 鲍德温也需要在上下文中理解 不是作为世界各地黑人的代言人 而是作为一个 由20世纪美国经历塑造的人 正如他曾对一位记者说的 每当我和一个非洲人在一起时 我们都会感到不安 鲍德温补充说 我们生活的条件如此不同 我们几乎需要一本词典来交流 至于美国梦 今天各种观点的人 都分享鲍德温的悲观主义 关于美国社会持续存在的 种族主义的书籍 成为畅销书 但持有非常不同政治承诺的美国人 也对国家的状况 表达了悲观的看法 美国是否曾经实现过美国梦 今天阅读鲍德温的作品 揭示了美国声称 自己是或想成为的国家 与实际上一直以来的国家之间的差距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詹姆斯·鲍德温的作品 无疑揭示了美国梦背后的沉重代价 看看他的经历 从一个贫困家庭走出来的他 亲身感受到了种族主义的压迫 在1965年的剑桥联合会辩论中 他以544票对164票的压倒性优势 胜过威廉·F.巴克利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他的观点深得人心 美国梦真的平等吗 还是只是一个白人优越的幻象 楚天书 你可真是个左派的好学生 鲍德温的经历固然感人 但你不能用个人的经历来推翻整个美国梦的概念 巴克利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 美国梦是每个人努力就能达到的目标 而不是政府给予的恩赐 你知道吗 巴克利可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 他创办的国家评论 对保守派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难道他的观点就一文不值吗 谢奇奇 巴克利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那种站在山顶上 对山脚下的人说加油 你们也可以爬上来的傲慢态度 美国梦难道只是一个需要证明自己值得的梦吗 鲍德温用他的生命合笔间 揭示了这个社会的种种不公 你知道吗 1964年的民权法案 就是在这种压力下通过的 这难道不是对他观点的最佳证明吗 楚天书 你这说法简直是把自己当成了正义的化身 鲍德温荡了多少年的耶利米 但现实呢 他逃到了法国 留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余生 这样的人能代表美国梦的失败吗 巴克利可是留在美国 为他的理念奋斗一生 你说的民权法案当然重要 但他也证明了美国梦是可以实现的 不是吗 是美国的制度让这一法案成为可能 而不是鲍德温的指责 谢奇奇 你的逻辑真是令人捧腹 鲍德温逃到法国是因为他在美国受到了太多的压迫 而不是因为他不爱美国 正如他所说的 他爱美国胜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正因为如此 他才不断批评他 这样的爱国者 难道不值得我们增进吗 而巴克利的所谓自由 只是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 这种自由真的能让每个人都实现美国梦吗 楚天书 你真是把鲍德温捧上了天 爱国的方式有千百种 不一定非要批评 巴克利的观点是 真正的自由来自于个人的努力很不懈奋斗 而不是等待政府的施舍 这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美国精神 不是吗 而且正如特朗普所说的 美国梦已死 但他相信 只要有正确的领导 美国梦依然能够重生 鲍德温的悲观主义 只能让人陷入无尽的抱怨中 而巴克利的积极态度 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嘿嘿 各位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不容忽视的历史性辩论 1965年 詹姆斯·鲍德温在剑桥联合会辩论中 对垒保守派大佬威廉 F.巴克利的那场关于美国梦 是否建立在对美国黑人的剥削之上的辩论 哇哦 这场对决 简直就是文化碰撞的巅峰对决 鲍德温 鲍德温 鲍德温可不是反美 他只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美梦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 他从小在贫困的黑人社区长大 目睹了多少美国梦 对他们来说如同海事蜃楼 巴克利呢 他可是富二代中的战斗机 天天滑雪度假 耶鲁大学毕业 还创办了国家评论杂志 两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社会地位截然不同 简直就是梦与现实的碰撞 在辩论中 鲍德温支持1964年的民权法案 而巴克利出于传统保守立场反对 鲍德温的演讲 犹如一位受伤的伴侣 他痛心疾首地批评美国 未能兑现平等自由的承诺 他揭示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困境 指出美国建国之初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 在经历了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现实后 显得多么的虚伪 两人都没有明确定义美国梦 但显然他们的观众心里都有个谱 自由机会和社会流动性 巴克利认为 黑人需要证明自己值得这些权利 而鲍德温则认为 只要黑人还在被剥夺平等 自由的原则就是空谈 鲍德温以544票 对164票赢得了辩论 尽管鲍德温对美国梦感到失望 但他对美国的感情依然深厚 他不只是个黑人的美国作家 而是个美国的黑人作家 他曾在1955年写下 我爱美国胜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正因如此 我坚决批评他的错误 他认为美国黑人的身份 无法被抹去 也不应被忽视 他认为黑人在美国 一直被看作威胁 或者需要被教化的对象 这种形象根植于种族主义的历史 和痛苦的经历中 鲍德温指出 美国对黑人的形象 不能脱离种族主义的历史背景来理解 他强调 黑人是美国的一部分 这一现实无法逃避 有趣的是 只有在国外 鲍德温才真正感受到 作为美国人的身份 他在法国才意识到 自己和其他美国人的亲密关系 无论他们的种族 他在1959年写道 我惊讶地发现 自己和任何德州士兵一样 是美国人 这反映出他对美国的复杂情感 今天 尽管美国梦 仍然是许多人追求的目标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它却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鲍德温的作品 揭示了美国自诩的自由平等 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尽管有些人 实现了社会流动性 比如倔地万斯和鲍德温本人 但更多人则没有 美国仍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 但它的分裂和暴力也触目惊心 总的来说 鲍德温和巴克利的辩论 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 更是对今日美国社会现状的深刻反思 我们或许不再应该梦想一个完美的美国 但至少应该努力让它变得比现在更好 鲍德温的作品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